中国和非洲的人口总量达到27亿 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1% 双方以中非合作轮坛会议成果落实为机遇 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将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以及非盟的2063年议程 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 以及与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南非约翰奈斯堡大学 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为认为 中非虽然在地理上相隔很远 但在文化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孟大为指出 中非在不同领域上的合作和交流都十分重要 而中国在减贫的成就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特别是怎样用农业协助人民脱贫 凤凰协视着约翰奈斯堡记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